Cosplay探險大隊長副總統賴清德 出席兒童藝術活動 有備而來 我們過的兒童節 千天一律 沒有活動可以參加 大讚竹北市長政朝方 最懂年輕人要什麼 賴清德挑戰2024大位 各個年齡層都得顧到 不只要立憑國政 也要兼顧外交學分 尤其全美各地 紛紛成立信賴台灣協會 連數力推 讓賴清德8月訪美 僑胞更是聲聲呼喚 2020年賴清德就曾 以准副總統身份過進美國 讓白宮國安會官員 留下深刻印象 尤其延續總統蔡英文 四個堅持路線 美方依賴論早被化解 而賴清德對美日駐台人員 促進感情 聚傳溝通手法相當細膩 透過爬山運動等方式 深化交流 並非官室拜訪互動 至於另一頭被視為 藍營最強母雞的侯友宜 傳出也在鋪陳訪美行 侯友宜 趙立實問虛答 外交兩岸論述 連黨內人士都替他緊張 反觀郭台銘抓準時機 提前赴美參訪 演講脫口 台灣必須要有懂科技的領導人 秀得到禁竹總統野心 藍綠選將備戰大選 誰能扎根外交 誰就搶得先機 三連新聞林凱旭 溫宣 新北台北報導